Lio聊四季 天鹽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危機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紫色是波西米亞人 先講波西米亞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在城堡時代時 修道院裡面研發宗教的狂熱跟神聖思想 都會影響到村民 所以村民的血量跟移動速度 會比其他文明快了一些些 城堡時代也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是可以在城堡時代 研發化學後增加工兵的傷害 以及生產火槍兵的文明 所以波西米亞的城堡時代 甚至是他一個黃金旗 後期是比較適合使用榴彈炮配上級兵 因為他的級兵對其兵還有額外增傷 所以打起來也是非常有效果 後期都是榴彈炮、級兵配上火槍路線 是比較常見的 後期也可以打一個大戰車戰術 後期有看到我們帶來細講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技術 所以他在前期的經濟算是不錯的 而且到了城堡時代中期 這個經濟攀的速度更快 3TC Kano,甚至4TC 讓經濟可以遠遠不絕噴出大量的單位 後期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跟攻兵系 騎兵性稍微不太行 但是以團戰來說的話 他的騎兵還是能打的 尤其是內加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最近有觀眾在問 這個維京人內加到底要打什麼 打步兵幫不到隊友 打攻兵的話又太遠 而且沒拇指環也打不太遠 其實騎兵還是可以打的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是有講過 就是內加維京人的話 打騎兵就好了,不要去想太多 雖然沒有品種 但城堡時代的話 還是可以用數量擰壓對手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那個地形 目前看起來波西米亞的地形 下方是金礦 右邊是果子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是正面來說會比較難為一點 這個果子可能會遺漏在外方 那如果他要大圍的話也不太好圍 整個圍的範圍有點偏廣 可能就是選擇不圍或是小圍 這邊可能圍死 然後後方這個位置 稍微圍一下 這個地方圍一下 靠城堂中心聯防這樣子 左邊這邊再拉過來 空下金 大概有可能是會圍這個位置 那正面的地方 可能就是圍這裡 就圍完 然後變成這個地方很難圍 不管怎麼圍 他圍的地方都會非常大 那以地圖分數來說 我覺得只有20分 超級爛 20分只是因為他金礦在後面 比較好過一點 果子基本上遺漏在外面 墓區也是都偏遠的 左邊這個比較安全一點點 還有右邊這裡 當然這兩塊墓區 都是離對手來說是比較有優勢的 自己來說防守會比較有壓力一些的 那圍技能的地圖 看起來其實還算可以 那如果他圍到底的話 對他來說是蠻舒服的 這邊圍 這裡再拉一條圍到底 然後左邊這邊也是拉一下拉一下 然後這裡也是直接拉一個金礦拉到底 就有點變成長方形的這種圍法 但是圍起來也是需要大量支援 所以其實跟對手地圖有點差不多 但是金礦也在後方 那果子方面 雖然也是在處於正面的位置 但比這個位置好上一些些 我覺得 因為他那裡完全沒有高地 這邊還有高地 如果他踩這邊高地打你果子 這會很難受的 那圍技能的話大概還有40分 至少要圍的話 圍起來 比較沒那麼困難 而且也比較圍得完善一點點 好 那我們看到圍技能這邊是點價 18P之後 要來點支部了嗎 OK 19P點支部 那這場比賽呢 是2000分的比賽 算是天空熊的分數靠近一點點 那天空熊現在是2300分 Z40是2450分 哇 Z40最近分數爬得很快 快到2500了 2500的話 再上去就可以遇到NBL 跟VIPER他們 台灣的選手們 這個 怎麼說呢 最近的人是越來越誇張 但是有贊助商加入之後 這個台灣的四季帝國風氣 真的是越來越好 真的很感謝維恩 還有那個贊助商們 幫我們四季帝國 做一個推廣 讓我們有機會 站上這個世界舞台 這是相當榮幸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 雜談就到 先到這邊 回到比賽中 那目前看到圍技有挖黃金 有可能是要先打一個裝甲步兵 可能會打一個三棒棒 那由於這邊沒有挖黃金的關係 所以現在是二棒棒出門 待會可能直接上裝甲步兵也有可能 或是直接轉弓兵 這個路線的話就是看 對方的射箭場 有不會早點下 或是打什麼的開局 或是打洛馬開的話 就有可能會轉出裝甲步兵 最後就是維基人的前期一個小小的思路 好 這邊維基人 升到封建時代 血量是8滴血 因為維基人的步兵血量 是比較多的 好 這邊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 目前什麼都沒有 看到有挖黃金 看到挖黃金的話 通常就不會點裝甲步兵了 這邊只有兩棒棒 如果是三棒棒的話 還可以考慮去補下裝甲步兵 好 那這邊收掉一村 還蠻賺的 回見這邊前期 好 良好開局 波西米亞這邊打的是 弓兵加毛兵 這個策略也是OK 好 看到弓兵過來 果然沒有升這個裝甲步兵 當然這兩隻棒棒 抓到一隻村民 已經算是小賺了 雖然沒刀大賺 至少是領先的 而且他現在已經 持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有輪走技術 像基金剎來說 一定是比波西米亞 還是更好一些的 好 這邊轉一下 按下毛兵 擋一下 工兵 毛兵 稍微補一下 待會還要再補一個兵工廠 兵工廠都補了嗎 喔 雙射箭廠 哇 這個跟我的教學有點像 我的教學是 教大家打雙射箭廠這個套路 這個套路優點就是 爆工兵真的很快 但缺點就是經濟會有點拖道 因為你在跟對方打的時候 這個農田沒辦法啥這麼快 兩個雙射箭廠的話 木頭去球場是非常吃重 而且容易卡人口 但維建人這邊細節打得還蠻好的 這個房子都一直有在補 後面還補下兵工廠 大概可以點下一級射 那剛剛我們有說到 由於他要雙射箭廠的關係 所以農田一定會少灑 所以可能會斷肉 所以一級射可能會斷春去點 那斷春去點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會有點被村民反超 或是前面的優勢就送掉了 維建人這邊送村民斷春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本來兩棒棒為了打出經濟優勢 結果現在斷春這個優勢就沒有那麼明顯 好 現在變成30春打30春 這邊果然TCDelay了一下 只有51秒 好 這邊繼續出 那現在就是要穩定肉量 還有這個木頭 木頭要趕快就去撒農田 然後兩邊都變石木 石木石木 雙伐木石木開 然後果子一樣四個人吃 這邊有個人去撒農田 黃劍的話 如果是雙射箭廠的話 建議是補到八到九個人之間 會比較適合一點 他可以供應小弓 好 一直按 然後不停間斷的 然後一直出這個弓兵 給對手壓力 那如果對方也是走弓兵開局 而且有毛病的情況下 其實是比較建議去補一些肉類的 可能就是變成五人挖黃金 然後弓毛復按 剛剛可以守住家裡 然後弓兵數量也不會太少 看一下維健人這邊的騷擾 會不會被打出一些破口 這邊直接過來 但還好對方的弓兵數量不太多 有三隻毛兵配上四隻的弓兵 但是還是擊殺到了一隻村民 這邊細節還是打得非常好 但是珀西米亞家裡也是有點BBQ的狀態 剛剛這一村居然沒有被拿下 好可惜啊 但是後面這裡還是有一村倒地 但維健人這邊已經拿到四殺了 村民數已經差距32對34村 而且珀西米亞這時候也沒有輪軸技術 所以這個經濟優勢 維健人一直可以打出來 那如果家裡一直存小攻狀況 就會這樣子 你一定要被迫按毛病 所以挖黃金不用挖太多 因為就是這樣子 你看六個人挖黃金的話 黃金會點爆 五個人的話其實是蠻剛好的 這個算是一個前期的封建配置 比較適合 喜歡打攻畢的玩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講的東西不是絕對 就是你要根據戰況去改變的戰術 並不是說這個配置跡下 你就可以達到什麼1800分或2000分 這就是世紀帝國最難的地方 你就算會有一套很OK的固定配置 但是有些判斷來說 你還是要靠些攻略 像這樣子 直接先上高地反打成功 這個打得蠻漂亮的 所以世紀帝國還算是比較偏向於 觀念集成的遊戲 手術是其次 再來就是觀念 觀念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稍微看一下 波西米亞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那維基人這邊則是毛兵按了太多的關係 所以導致深城堡時代有點落後 但這邊有殺到一些波西米亞村民 所以他這邊經濟其實太好 而且你看這邊一直在防守 有些村民共沒有在工作 這邊就可以繼續拖到對方的這個經濟 好 維基人這邊村民40村 其實還蠻好的這個經濟 好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稍微補黃金 買100肉 然後點上城堡時代 好這邊工兵自然爆開 牧區完全守不了 直接射了吧 直接射殘血了 OK再射掉一村 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用這些單位跟他打 我就稍微拉打 然後先打對方工兵 對 他工兵趕快就先打工兵 OK射掉工兵 然後讓他的村民追沒有關係 他這樣是超虧的一件事情 拉了九村去追你這一坨毛兵 然後工兵過來靠近 還會被你毛兵給打 這個維基人賺爛了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好這邊為了控兵的關係 所以忘記點下城堡時代 好這邊可以射掉 可以射掉一隻 好這邊再繼續拉村民來打 所以拉村民要來打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拉這麼多隻 然後破西米亞這邊趕快補毛兵就好 這邊還在按攻兵 他可能是想要去按攻兵 然後生奴兵 用射程壓制對手 我覺得這樣打可能會有點麻煩 當然這邊按騎士就可以解掉了 工兵就直接往前 如果他真的要按攻兵的話 工兵就不應該過來 看到這麼多毛兵 工兵還過來就很奇怪 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打工兵的話 工兵就直接出門 然後到對方家裡直接變神 直接用奴兵打對方封建的毛兵跟工兵 這樣可能更有優勢一點 然後家裡這些兵 這個毛兵跟小小的弓箭手 就使用一隻騎士就可以輕鬆解掉了 這個刺猴來接也可以啊 這我就有點不太懂 這個破西米亞剛剛的一個想法 有點怪怪的 工兵還過來就 然後還繼續按工兵 卻不按毛兵 如果真的要防守的話 還是用毛兵就好 工兵就直接出門 這邊工兵終於要出門了 但是這邊出門 維基人也快要升到城堡時代 好 那維基人這邊補下兩個馬舟 雙射箭場雙馬舟 好 還補下一個馬凱 哇 這個經濟量多好 800多的都可以上帝龍時代啦 但是這邊升帝龍時代 對他來說沒什麼太大好處 畢竟也沒有城堡 也不能蓋巨頭 而且帝龍時代的維基人也沒有到多強 好 所以這邊應該會把所有的黃金資源 好像會出騎士 好 待會再轉出3TC開農 然後這裡可能要補個修道院 好 不修道院 因為是要招對方的生女 招對方騎士喔 講錯 騎士招一招 然後還去撿生物 好 維基人這邊騎士護打 霍西米亞 騎士做到了一些事情 砍掉了兩村 第三村已經砍掉了 第四村也可以收下 沒有問題 先砍村民 OK 霍西米亞 村民術 已經持平了 41對42村 這一大堆工兵直接過來射村民 村民可能要趕快跑 能不能左右閃掉呢 哇 回去接箭矢 又被射掉了一村 這一村應該是不會出事吧 哇 幹什麼死了 結果開始被射死了 哇 村民直接被反超囉 維基人這邊可能要趕快去補一下一個城鎮中心喔 這裡可以蠻適合蓋一棟的喔 城鎮中心 有金礦處喔 或這裡都可以 那這邊也可以考慮蓋一個 那可能就是這邊蓋一個 這邊蓋一個 那後面竹筋應該是不太需要去防守的 好 結果把城鎮中心蓋在後方 好 那波西苗則是使用3TC開農 想要把這個自己的經濟給農起來 那目前看起來是已經點下了宗教狂樂了 這個宗教狂樂的移動速度可以增加一些些 變成0.92 那一般的移動速度是0.8 那因為有手推車的關係 所以變成0.97 那0.92的話是 只有單純的宗教狂樂 連這個輪走技術手推車都沒有啊 那我記得好像可以破1.0吧 1.0多的樣子 這個移動速度 好 我已經在這邊點下二級木 但這邊一級農還沒有點喔 哇 這邊有點尷尬 應該是忘記了 好 補下一個修道院 要打騎士的話 農田一定要記得點 至少要點一級農 二級農的話看情況點沒有關係 但一級農一定要點 不然這個木頭消耗量太大 會拖到你的經濟 會需要太多伐木工 去維持你的農田的運作 好 弩泡過來 拉兩隻騎士去打一下 下方騎士繼續騷擾 哇 這裡可能要補更多修道院了 這邊全出槍兵配上僧侶喔 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槍兵打騎士我會增上很好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打馬爆呢 最主要是因為 他這邊打步兵的話 會被對方火槍給射爆 畢竟人家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 而且他剛剛的配置喔 都是肉精為主 所以出騎士也是很適合的 這邊修道院可能要被拆掉 繼續馬爆 修道院可能要再補一個 波西米亞這邊黃金數量是很多 三修道院趕快出生旅會比較好 騎士越來越多 維京馬爆 單挑場出馬爆 很特別 效果十足阿 這邊打到非常多的生旅 還有這個村民 哇 結果這一隻 騎士沒有招到 尷尬了 波西米亞被這個 RNG 變數喔 直接被錨八一波 維京人的經濟太好 OK 又補下一技能 騎士來到二十隻的數量 好誇張 但還好這塊金還是守住的 所以繼續按修道院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騎士可能要直接拆城鎮中心了 因為現在有二級馬凱的關係 騎士被城鎮中心射下只有一滴血 所以他現在真的不怕射 要不要按個戰車出來玩呢 我覺得波西米亞現在急需單位喔 趕快再補一個軍營喔 出槍兵會比較好 結果他槍兵沒在按 看到這麼多馬爆還不按槍兵 有點太堅持去按3TC開弄 好 現在村民有點反超 好 維京人的村民來到57村 波西米亞53村 好 這邊招到之後要趕快來到森鎮喔 進去城鎮中心裡面喔 好 這邊繼續按森鎮 補到四隻森鎮之後 要嘗試去按一下這個神聖思想 補起一下森鎮的血量喔 才有機會喔 扛住騎士的傷害 遭到對方的騎士喔 這邊再試個來一波 修一下 OK 騎士繼續砍 哇 好爽 這邊手村 應該沒問題 那現在目前 森鎮數量越來越多 待會圍巾就不太好打了 好 這邊村民趕快放出來喔 OK 安台戰車 胡斯派戰車 圍巾人這邊3TC開弄 城鎮中心補在這個位置 變下了一個清奇變升級 OK 圍巾人這邊打得很好 遇到對方出生旅喔 清奇兵就是暗暗一些 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生旅一直招搶自己騎士 不是辦法 好 那接下來圍巾人就3TC 正常運轉 然後繼續出騎士喔 或是清奇兵 好 那轉弓兵的部分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不要轉比較好 反正就直接全部轉清奇兵也可以喔 不用出騎士也OK 去的時候他現在已經開始轉清奇兵了 好 那最主要是因為 你騎士現在越出越躲 反而會有點 繼續難騷擾 那如果你有清奇兵的話 對方壓力是很大的 好 這兩隻 生旅繼續招 應該招到了 這個線沒有斷 OK 招到兩隻 然後再收村 再把這個生旅送到城鎮中心裏 繼續輸出 哇 波西米亞這波反擊打得蠻漂亮的喔 雖然沒有按槍兵 讓一開始的防守出現了一些空洞 但是生旅的數量一起來之後 維京人的騎士戰術 開始被反打了回去 而且數量來說 現在是5騎士對8騎士喔 波西米亞的騎士可能等一下會越來越多 而且還不是自己出的 相當賺喔 一直招一直爽 好 那如果讓波西米亞騎士太多的話 清奇兵戰術可能發揮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 就好來看一下能不能抓掉一些生旅了 好 這些清奇兵們 好 維京在前線補下了第四棟城鎮中心 他的農法還算是蠻能接受的喔 這時候可以考慮補下二級農喔 但是這時候會開始灑第二輪的農耕喔 應該這邊算是14片了 14 14肉 13片 90肉 其實都快吃完了 這裡補一個二級農 轉農也不錯 然後這邊蓋一個棟城堡 後續看要打什麼也可以喔 那我覺得現在打個清奇兵 然後配一個槍兵路線也可以喔 重裝成槍兵啊 或是劍兵勇士喔 或是維京狂戰士也可以 為什麼是維京狂戰士也可以喔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這個階段 他不太需要去升這個步兵科技喔 維京狂戰士的好處就是 有點像傭兵的一樣性質 他跑得快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變成極戰力喔 畢竟裝甲步兵升到劍兵勇士喔 需要點時間點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城堡能不能插起來 但這個插起來 沒有辦法打到對方的持人中心 有點可惜喔 波西米亞這邊直接反攻路回去 後面的僧侶大隊出來 九隻僧侶 維京人這邊要趕快繼續按自己的新騎兵 比較好 新騎兵這邊上前想要硬尻 先打掉招牆的僧侶 再收掉一隻僧侶沒問題 收掉兩隻僧侶很賺 好城堡蓋起來有點麻煩 這邊是配胡適派戰車生旅的打法 3TC繼續農 維京人在家裡附近也補下了一棟城堡 那這邊要來斷村上帝王嗎 這邊繼續按肉馬就好了 村民也稍微補一些 然後賣一點木頭吧 跟石頭 趕快點帝王 石頭可以考慮補賣 但是帝王要趕快點 好 福西米亞這根城堡 讓維京人確實有點缺緩了他的攻勢 補下的第四個城鎮中心 準備要來繼續暴農一波了 好 這裡回雷伐木也可以 就是到右邊伐木 這裡要用衝車嗎 哇真的暗欸 這個衝車硬頂好像也可以 因為後面這個城堡射程是可以 防守住這個城 這個衝車出來被頂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對方的村民收村進來 然後直接硬敲 後面這個城堡是能保護到衝車的 好 福西米亞重點下輪走技術 待會再繼續補些村民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回雷伐人左邊也補了一棟城堡 你插我吧 我也插你 我們就互插 好 輪走技術一毫 提供速度來到了1.01 果然有 果然有到1.0 這個速度真的很快 你看這村民跑超快的 呵呵 好 正面直接硬蓋寶 但這邊已經被 佛西米亞看到了 好 這邊大戰 佛西米亞招了一隻 兩隻騎士 還不錯 三隻騎士被招走 哇尷尬 騎士被招到那麼多數量 要反打也很困難 如果是我 我就會拉琴騎兵 直接到後方 開打了 就不要理正面的騎士了 對對對先到後方 直接砍一波 哇 沒有辦法繼續打 選擇撤退了 看到戰車有點害怕的樣子 好 這邊聖旅有點走過頭 左邊這邊 城堡沒有辦法阻止 還是被蓋好 而且這裡還有一台衝車 再輸出 OK 哇 圍巾這邊直接連環插 佛西米亞聖旅只剩下5隻 清洗兵的效果非常好 好 圍巾黃戰士走出來了嗎 有 有出圍巾黃戰士 好 但是衝車在一個很微妙的位置 這樣城堡是沒辦法保護衝車的 但沒有關係喔 這一根城堡蓋起來 兩棟城的東西 直接被拿下 圍巾人 這樣就很賺了 看來圍巾這邊是沒有打算要上帝王的時代 通常按衝車就是代表 就跟對方說 我沒有要上帝王 所以我要用衝車來接近城堡 有點是這樣暗示對手的感覺 好 這邊的城堡就可以按圍巾黃戰士 來偷打一些村民 好 正面看起來 要翻打回去還是有點困難 趕快 清洗兵拉到後方 砍這五隻僧侶 結果沒有硬砍 反之拉走 正面僧侶再繼續招翔 哇 又要被招到了 這個有點... 看不太好 清洗兵到裡面看一下 這裡有一棟城堡 這邊想用箭塔反擊 但來不及 城堡已經蓋好了 好 圍巾黃戰士已經開始出來 好 這邊有少量騎士 也是來騷擾偽金人的村民 正面越來越難打了 這個戰車有點麻煩 好 現在三棟城堡中心 直接被弄爆的關係 像偽金人還算是經濟領先的 83村對上116村 臭民宿沒有消失太多 而且還是經濟很好狀況 出到了27隻的肉馬 哇 青騎兵爆 圍巾七騎兵 有點猛啊 但是帝龍時代就沒有三房 如果他不升的話 就沒有時代上的問題 這個衝車要繼續按嗎 好 這邊想要打穿 到後方繼續燒了農田 波西米亞這邊趕快蓋個房子 但是大量青騎兵已經到了前線了 右邊這邊也是偷偷開始頂城堡 好 戰車這邊 往回拉一下 後面四隻僧侶 兩隻遭響了騎士 正面感覺又能扛得住 好 這個洞補起來 這裡還想要再補 繼續防守 這邊還是進不來 後方有一隻僧侶直接被抓掉 這邊操兵操得很好 好 這台衝車應該可以把這棟城堡給斷掉 好 那正面的騎士越來越少 戰車的數量也沒有一直去補喔 可能有點忘記要按了 對 這裡要繼續補戰車才對 比他這個打法來說 戰車的數量要再更多一點 好 結果下面還是打穿了一個洞來 直接被穿洞之後 村民到了後方 這邊要再蓋建塔阿 沒有石頭了 還是補個 哇靠 直接買石頭 買了一棟城堡 這個著實很 好 但是波西米亞這邊速度也很快 馬上也是下一棟城堡 想要反制一下維京人的騷擾 好 那三棟城堡已經成功的 把城城中心給都根了 這個也是 現在經濟來說 波西米亞村民固滿87村 剛好87村回復 維京人現在村民處139村 對上86村 這個村民差距有點太大囉 維京這邊經濟非常好 這邊按了一堆炸藥桶阿 這個炸藥桶是想要幹嘛 喔 存在這裡耶 這個是想要直接炸掉這個炸藥桶 這個城堡的意思嗎 我有點像喔 好 結果這邊也是 把自己的城堡蓋好之後 開始按下炸藥桶 想要來炸對方的城堡 後面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出衝車 這邊搞得很徹底喔 三台衝車想要過來 但有騎士這邊只能撤退 好 這邊自爆兵看一下 能炸掉嗎 哇 差一點血量阿 很可惜喔 這個差500滴就可以炸掉這台 城堡 清洗兵開始在騷擾 牧區的村民 這邊戰車數量越來越多 而且圍堅人也沒有礦好 有點在下水餃 但這裡還蠻不錯的喔 這邊有很多的村民 直接被抓掉 這邊想要蓋城堡中心 結果被清洗兵跟騎士喔 直接硬抓掉了 這個應該是蓋不太起來了 好 這邊可以修一下衝車 喔 殘血衝車被救回來 不錯不錯 尾堅人這波打得很漂亮 連環塔 這個城堡塔推 後面再堆疊衝車 直接衝撞 裡面再放一堆炸奧桶 等等 要來炸個一波 好 但戰車的數量依舊還是不錯 還有十幾台 但是戰車的缺點就是移動速度慢 現在騎士可以用自己的機動優勢 去偷村民也沒問題 好 衝車加上炸奧桶 炸個一波 這棟城堡能夠收下來嗎 3400 32500 1800 那應該也沒有辦法 後面的投資車已經過來解衝車 好 這邊稍微打一下對方的衝車 看能不能頂掉 這邊投資車趕過來嗎 過來的話會被城堡射喔 哇 來不及 反制對方的投車 應該也射不到 這個卻有點極限 好 正面騎士直接上前硬打了 不管了 然後右邊的衝車也是直接硬上 所以直接用拳套開始打起衝車 但是後方的戰車已經被騎士給壓制住 騎士直接上前貼貼 要來把順下的戰車給貼爆 好 這時候波西米亞打出了插地 以及GG 哇 這個 維京人的經濟太好了 這個準備是要打150分戰術的 後面基本上是滿人口 一直在出這個城堡時代的兵種 不管是要出 維京狂戰士啊 或者是衝車自爆桶 都有在出喔 打得非常漂亮 那對方也是出了衝車之後 馬上按下了狂戰士喔 還有這個投資車做反制 所以在動城堡 拿下也是時間找完事情 而且中間這個城堡也是被拿下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喔 這個確實 全部城堡被拿下之後 騎兵喔 跟狂戰士喔 就可以肆意的 到中間這塊領地喔 燒了他的 法木村民跟農田喔 所以波西米亞後期喔 確實是完全沒希望的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喔 應該是維京人吧 把這個城堡一直靈魂堡插進來 如果他要保留這三個 城鎮中心的話 或是阻止他這邊插進來的話 這邊補一棟城堡 直接防守住 可能就還有機會喔 可以跟維京人在稍微對抗一下喔 損失移動城堡中心 應該是還能在打的 但是這邊幾次損失了三個喔 經濟受到了一個大傷害喔 農艇也沒有辦法好好的運作喔 而且這邊還直接被弄過來 後面這個區域喔 當然沒有辦法 轉心在前面的作戰喔 反正是要前後兩邊喔 都要看喔 導致他的操作出現了一些 小小的失誤吧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有維京人 拿下許多的勝利 哇這個經濟差距差了快要三倍喔 15 8 3 2 4 是三倍沒錯 還有木頭花也是領先了大概6000左右 黃金則是贏了3000 那石頭呢是少量輸給了佛西米亞 200的石頭而已 那這邊佛西米亞也是很後期喔 才點下輪走技術 大概40分鐘喔 但是維京人喔 封建時代就有輪走技術喔 這個經濟差距可想的這種越發越大 直接打開出這個經濟差距出來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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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